女孩拥有一只神奇粉笔 只要在任意地方画一个门 就可以去往任何地方 这晚她打开门后 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 她将装备带齐 翻过沙漏 随后静止走进去 她来到满是佳妖的大厅 还看见一个五眼怪物 女孩慢慢靠近 端起盘子 那是怪物的眼睛 再看向周围 墙壁上有许多奇怪的花 还看见了推成小山的鞋子 女孩明白了 原来这是个专吃小孩的怪物 经常用美味的佳妖吸引小孩 她在小精灵的指引下 用钥匙打开墙上的锁 拿出里面的小匕首 可女孩终究没有抵过佳妖的诱惑 就在准备离开时 被桌上又大又亮的葡萄吸引 尽管小精灵们再再三阻拦 可女孩还是摘下一个吃尽肚铃 与此同时 怪物的封印被解除 她将盘中的眼睛放进手掌 举起观察面前的情况 女孩还在享受美味葡萄 丝毫不知怪物已经将它视为盘中餐 正扭动身躯向她走来 两个小精灵飞身拦在怪物前 没想到被怪物一手一个抓住 随后就塞进嘴里吃掉 女孩此时也终于反应过来 转过伸把腿就跑 不巧的是 沙漏已经漏完 神奇大门也随之关闭 她被困在神秘走廊内